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UPSO的频道 那么呢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实际上GTA线上呢是可以随意传送的 首先呢我们打开玩家互动选择 把隐藏的猜试呢从隐藏变成自定 接下来你打开地图呢 就会发现地图上多了好多蓝色的活动啊 举个例子 我现在想从赌场呢传送到西部的这个地方 那么呢我先把光标放在这上面 然后按X开始进行猜试 然后再按确定的瞬间啊 然后把那个手柄给关掉就行 或者你直接把电池都可以 那么呢接下来大家要等15到30秒啊 然后注意听背景的音效 当背景突然变得很安静 一点声音都没有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手柄给接上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人物走出来 然后就已经传送到这个地方了 是不是很快 是不是很方便这个方法 那么呢接下来我还会放一段实况 给大家看一下大家仔细听一下背景音效啊 我是什么时候重新把手柄给连接上了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还会放一边 那么你们就能够放一边 咳嗽 AKS 我们现在是十分钟的 撼得 我们在一个门上 我们下午 下午 好的,我们已经成功传送过来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 关注而不足的频道 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 具体现场最新的攻略了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